大人他會怎麼辦 你們知道嗎 他會自己屁股拍拍爬起來 那小朋友剛跌倒如果受傷擦傷了 他會剛開始啊 叫一下 可是看旁邊沒有大人 就自己摸一摸就沒事了 可是如果小朋友旁邊有大人 大人會啊 小朋友被大人嚇到了 小朋友自己跌倒沒有事喔 他被大人的反應嚇到了 然後大人在旁邊 他絕對哭得更嚴重 為什麼 反正你在旁邊嘛 他哭得更嚴重 你就來安慰他了 所以最早小朋友的依賴感 從這裡養成 但是各位不要誤會 許醫生沒有叫大家 小朋友跌倒不理他 裝作沒看到 我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稍微讓自己鎮定一些 稍微讓自己比較用平常心的反應 各位 還有現在不是常常會流行 我不知道我們 深圳這邊有沒有腸病毒 或是冬天有這個 倫狀病毒 Rota Virus 或是這個Cosaki Virus 還是這個口手足的病 有沒有 好 各位 其實很多小朋友 他們是OK的 他們是被大人的緊張嚇死的 他們常常是被大人的大驚小怪嚇到的 因為許多的小朋友 他其實是有能力來面對這些場合的 那當我們不斷的投射緊張跟焦慮的能量給他 小孩子沒有辦法處理喔 小孩子沒有辦法面對 所以小孩子他的緊張跟焦慮 就會變成一個 剛剛講的 妥瑞式症 甚至所謂的過動症 所謂的上課沒有辦法集中 好 那後來我剛剛講那個小朋友 不是會有妥瑞式症嗎 我就跟媽媽講 媽媽你要來看許醫生 媽媽開始來治療 就當媽媽一改變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 小朋友的病完全好起來了 根本沒有吃藥 完全就好起來了 因為這個媽媽 她真的長期讓自己 在一種緊張焦慮的情緒裡面 緊張焦慮的情緒 好 所以親子關係 真的各位 我們要從大人開始做起 好 我剛剛講的 跟小朋友之間的相互尊重 責任與義務 來各位仔細聽喔 這是一個在真心觀念很重要的一個理念 每個小朋友都是在屬於他自己那個領域的天才 只有不會教的大人 沒有不能教的小朋友 每個小朋友 每個小朋友都是在屬於他自己那個領域的天才 好 我來舉這個七頭駱駝的故事 好 以前這個阿拉伯的商人 他們 這個太太是用買的 用買的 用駱駝來買太太 買女人就對了 把女人買回家當太太 好 那這個最好的女人 要用七頭駱駝來買 那一般普通的女人 大概一頭駱駝就可以了 那後來有一個有錢的商人 他到了這個駱駝的這個 要交換買這個女人的地方 他就看上了一個女人 好 那個女人 以當時的價格 他只值四頭駱駝 可是這個商人 他跟那個老闆說 我要用七頭駱駝跟你買這個女人 那個老闆就說 這個商人有神經病 明明這個女人 你四頭駱駝就能買到了 為什麼你要用七頭駱駝來買 他可能跟他說 你管我我錢多啊 我要促進國家經濟不可以嗎 我錢要流動啊 擴大內需方案有沒有 是啊 現在經濟不景氣啊 要擴大內需 錢要流動啊 那個商人就跟他說 好 我花七頭駱駝跟你買 好 他就把這個女人買回去囉 好 結果 大概得了一兩年左右 好 這個女的 被買回去的這個女的的親朋好友 到了這個商人的家 去看他 竟然赫然發現 這個女的完全一百八十度 變成另外一個人 他變得 石頭駱駝 他們就很奇怪 他說 欸 奇怪你以前不是這個樣子的人啊 你的氣質你的外貌 都不是這樣這樣好的啊 怎麼你會有這種轉變呢 好 這個女人講一句話 他說 我的先生用行動來告訴我 我不只值石頭駱駝 他願意以七頭駱駝的錢來買我 就表示我一定比這個價值更高 各位 好 我記得以前在國內有一本 很火紅的一本兒童教育的書 叫做賞識你的孩子 各位 賞識你的孩子就是 你永遠要告訴你的小朋友 天生我才必有用 好各位 我再跟各位舉個例子 以前在台灣 有一個小朋友 第一個功課不好 第二個到中學的時候 還喜歡玩巴比娃娃 可是他是一個男生 一個男生到中學的時候 其他的小朋友都在玩變形金剛 他在玩巴比娃娃 你覺得他到學校去會怎樣 被排斥 被排斥 好父母親很難過 很難過 那後來 父母親覺得 再這樣下去不行了 這個小朋友會完蛋 那結果把他送到美國去受教育 好這個小朋友到了美國的時候 他很開心 他認為他喜歡巴比娃娃沒有錯 他接受了他自己 他不覺得自己是不正常的 好各位你知道後來這個小朋友變成什麼嗎 變成巴比娃娃的服裝設計師 一年的薪水上百萬美金喔 好如果這樣的小朋友假設又是男同性戀 那你看他怎麼辦 在國內會有前途嗎 不一定喔 各位我說的是不一定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永遠要讓小朋友知道 你有你美好的未來 各位我甚至這樣講 假設你的小朋友不愛念書 每次都是班上的最後一名 你要怎麼辦 每天逼他念書嗎 每天告訴他你一定要拿第一名 你最後一名完蛋了 你將來只能當乞丐了 你沒有前途了 你死定了不如去自殺算了 那夫妻每天就在那邊哭泣 糟糕我們小朋友是最後一名 以後死定了 現在經濟越來越不好 不如我們先去自殺算了 各位有這麼離譜嗎 好那你應該怎麼樣跟小朋友說 你知道嗎 你應該跟小朋友說 小朋友如果你念書真的不行 那麼你一定有其他地方很行 那縱使你這一輩子到任何的班級 都是最後一名 不代表你未來不會成功 各位你要講這句話 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各位如果你的小朋友 從頭到尾都是最後一名 我很喜歡舉這一次奧運的這個飛魚 飛爾普斯那個飛魚嘛 他七面游泳金牌 各位你們知道 飛爾普斯小時候是過動症嗎 他小時候是過動症 當老師把他放在班上的時候 他就跟一條蟲一樣 像一條魚一樣 在那裡跳 各位魚放在桌子上是什麼樣子 蹦蹦跳嘛 他的媽媽已經一度放棄希望了 各位 當有一天 媽媽想說沒辦法了 幫不了他了 然後就把他送到游泳隊去 然後就跟教練說 教練求求你收容我的孩子吧 教練我的孩子在班上 老師已經快封了進封人院了 教練我的小朋友已經沒有前途了 拜託你收留我吧 結果把飛爾普斯放在水裡 各位變成什麼 變成一條魚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他變成一條魚了 然後後來締造了奧運七面金牌的紀錄 各位 所以我常常講 你不要拿你的孩子去跟別人的孩子做比較 各位仔細聽喔 我們從小都是被比較長大的 甚至有時候我們的社會一直在強調比較 強調誰比誰好 誰比誰優秀 誰的成績比誰好 誰考試又贏過誰了 各位 我剛才的那句話是 每個孩子都是在屬於他自己那個領域的天才 而不是拿你的孩子去跟別的孩子做比較 各位 烏龜跟兔子怎麼比較賽跑 對不對 好那兔子跟烏龜不然還比賽游泳嗎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叫兔子去跟烏龜比賽跑 烏龜當然被踩死啦 可是如果在水裡 烏龜有沒有游得比兔子快多啦 是 所以各位每個成年人你們也是一樣喔 各位仔細聽 好我的講座不是要幫助小朋友而已 只要幫助每一個成年人 各位在座的每個成年人 你們有沒有找到你是誰 找到你這一輩子你的天命 找到你這一輩子來到這個世界 你最擅長的是什麼 各位你最擅長的是什麼 還是你從來沒有真的找到你的自信心 我甚至在講對於兒童教育 自信教育永遠比專業訓練更重要 如果一個小朋友每一科都第一名 可是沒有自信心 一遇到挫折失敗就完蛋了 以前我們都是在教小朋友一定要成功 各位現在是要教小朋友 經得起失敗 教小朋友在失敗當中學習 在失敗當中成長 鼓勵他去嘗試 鼓勵他做錯都沒有關係 每做錯一個東西 可以學到一個智慧 那這個小朋友未來就會 真的成為國家的主人翁了 各位因為當我們有時候我們大人的教育 我們希望孩子少走幾步冤忘路 是吧我們希望孩子贏在起跑點上 我們希望孩子做任何事一下子就成功 各位不一定不一定 有時候我們要讓我們的孩子知道 你這裡比不上別人 一定有你比別人更棒的地方 有時候我們要讓小朋友知道 全世界裡面 上帝是一個全世界最棒的經濟學家 因為他不會製造沒有用的人 所以每個小朋友來到這個世界上 一定有他的專長 各位 所以你們在座每一個人一定要回來肯定自己 各位在座的成年人也是一樣喔 我希望在座的每個成年人回來肯定自己 你沒有不如別人 你沒有比不上別人 在全世界的65億人口當中 一定有人在某些方面贏過你 可是你也一定在某些方面 有你的特色跟專長 所以這就是對兒童的教育 非常重要的地方 你一定要鼓勵你的小朋友 去認識他自己 去找到他的特色 如果他念念書不行 那麼他的音樂行不行 音樂如果不行 體育行不行 體育如果不行 畫畫行不行 畫畫如果不行 這個小朋友有沒有特別有同情心 有沒有特別善良 有沒有特別有領導力 各位了解嗎 所以每一個家長跟老師 都要像偵探一樣 像福爾摩師 到底我這個小朋友的專長在哪裡 各位 甚至我常講如果有可能的話 任何對於兒童的教育 都要因財施教 而不是設立的同一個標準 所有人去競爭 各位競爭永遠有第一名 永遠有最後一名啊 像我就常常鼓勵最後一名的小朋友 我說你看你每次都最後一名 你只要隨便努力就進步了 那第一名的都沒辦法進步啊 第一名的再怎麼進步都是第一名啊 他永遠有個獎是你拿不到的 叫最佳進步獎 他永遠拿不到最佳進步獎 這個獎只有你能拿 太棒了 第二個你看你好善良喔 你能夠每次都最後一名還這麼快樂 表示你深信樂寬 表示你有很大對自己的肯定 每次都最後一名 還能夠對自己充滿的信心跟陽光 跟這個生氣 你看那個考第一名的 只要變成第二名 他就開始愁眉苦臉了 有沒有 你看那個全班第一名的 每次他考得不好的時候 就哭著回家 因為等一下爸爸又會罵他 每次都第一名 這次為什麼第二名 每次都那麼棒 這次為什麼那麼糟糕 各位他很可憐很辛苦啊 你看你只要隨便進步一下 大人就鼓鼓掌耶 而且你這麼善良 為了全班同學的福利 永遠在背後墊後 所以你最能夠了解最後一名的心情 你將來可能成為一個很好的心理諮詢師 為什麼 因為當個案坐在你面前的時候 他就發現你的教育比他還悲慘 他的病就好了 你可以做一個很好的一個諮詢師 因為各位誰會去諮詢啊 感覺自己失敗的嘛 覺得自己沒有用的嘛 那你就能夠這個現身說法 告訴他我從小到大都是最後一名 但是我依然對人生充滿希望 還能成為一個很好的諮詢師 那你說這是不是對人間 帶來很棒的希望呢 我常常要講各位 以前我們古人講 這個百年修得同傳度 千年修得共枕眠 那要成為親子關係要修多久啊 要修一萬年吧 要修一萬年耶 所以我常常也跟我的父母親講 我說爸爸媽媽 感謝你 在雲雲眾生當中 命運 決定了你們的潛意識 決定了我來當你們的孩子 你們真是好眼光啊 你們這一輩子生了我 真的是這個一路藏紅啊 這叫基優股啊 值得長期投資啊 絕對不能短線進出 炒股啊 這個炒短力啊 各位絕對不行啊 我就稱讚我的父母親 你們這一輩子挑了我來當你們的孩子 真是有智慧 感恩這個宇宙 讓你們來當我的父母 感恩這個宇宙來讓我當你的孩子 各位我們天天都要感恩啊 感恩在雲雲眾生當中 就偏偏是來當你 他來當你的孩子 就偏偏是你來當他的父母親 各位父母親是要給予 愛支持鼓勵關心 還有never give up 永遠不放棄 各位 父母親要扮演的角色是 全世界的人都認為我的孩子沒有希望了 但是沒關係我挺他 各位父母親要扮演的角色 是當你的孩子放棄他自己的時候 你告訴他 縱使你放棄你自己 我們爸爸媽媽也不會放棄你 因為你們是我們最愛的小孩子 各位請問當你是這樣的小朋友 而聽到你的爸爸媽媽說出這樣的話 你有什麼感覺 感動 感動 各位你要跟你的孩子怎麼說 孩子你快樂就好了 孩子你不一定要為了爸爸念書 將來錢賺的夠多 給一點給我們沒關係 賺的小一點你就自己用 孩子 將來如果你成功了 我們當然很有面子 可是最重要的你要為你自己的人生而活 各位當你越跟你的孩子這樣說 他當然越感恩越努力嘛 各位了解嗎 孩子很愛父母親的啦 當孩子知道父母親 這麼樣的 愛他 這麼樣的鼓勵他 各位這個孩子不用你去打跟罵 我們講公心為善啊 其實我常常教很多的父母親 告訴小朋友一句話 小朋友 我愛你勝過所有你的表現 我愛你勝過所有你的成績好或不好 爸爸媽媽這一輩子 希望你找到自己要走的路 希望你真的肯定你自己 然後覺得你自己在這個世界上 會成為一個很棒的一個未來領導人類的一股力量 各位 你只要這樣說 小朋友就為你賣命了啦 你越支持他 他越會來奮鬥他的前途啊 像我上個月 到這個 中國傳媒大學 有一場這個 對他們的學生 跟裡面的一些老師有一個講座 在中國傳媒大學裡面 那在我去之前 剛好前幾天發生了一件 校園的自殺案件 那就是有一對情侶 這個女朋友要跟男生分手 男生不肯 就從頂樓把他推下去 就摔死了 男生就接下來自己跳下去也死掉了 好各位 所以 居如很多這一類的校園的問題 那還有另外一個也是中國傳媒大學的學生跟我說 他說 許醫生我從小到大 都是我的父母親幫我決定的 小時候我用哪一個牌子的尿布 都是他們幫我決定的 像有一個還告訴我 他說這個我們高考不是要填自願卡嗎 他說自願卡長什麼樣子 他沒看過 自願卡長什麼樣子他沒看過 都是爸爸媽媽幫他填的 後來他就有個很痛苦的感覺 到底我是為了誰而念書啊 各位 到底我是為了誰而上學啊 後來他的人生當中很痛苦 非常痛苦 那我就開始跟很多的父母親講 我說各位 教育是一種責任與義 所以你們從小 我知道父母親愛孩子喔 我們總想幫他做最對的決定 可是各位 我問大家一句話 到底是你幫孩子做對的決定好 還是讓你的孩子 一輩子擁有做對的能力 是你直接幫他做對的決定 還是讓你的孩子一輩子擁有做對的能力 選擇對的能力 意思就是說給孩子魚吃 不如教孩子怎麼釣魚 所以各位在孩子的教育過程當中 在親子過程當中 父母親常常會心急 心急會犯了三個毛病 各位仔細聽喔 叫過度保護 過度保護 各位以前一定聽過一句話叫溫室中的花朵 是吧 過度保護 就像盆栽一樣 盆栽就是每天都要澆水 每天都要查看 然後每天要剪葉子 然後每天把枝幹叼過來 叼過去 各位盆栽在桌上很美的庭院的盆栽 最多長得多高 這麼高 而且扭來扭去的 你希望你的孩子變成盆栽嗎 還是希望你的孩子變成大樹 各位 如果在座的每個父母親 你希望你的孩子變成大樹 你記得變成大樹 三個原則 陽光空氣水 許多的父母親 過度的保護孩子 什麼都幫他做喔 像以前我姊姊在帶孩子也是一樣 到了孩子 慢慢長大之後 讓孩子去學洗碗 第一個怕孩子打破碗 第二個 孩子洗得不乾淨 正面洗一洗 背面沒洗 後來他想乾脆不要讓他洗了 還是自己洗 各位對不對 不對 你要讓孩子開始練習 那孩子洗碗子洗了裡面 外面沒洗怎麼辦 兩個方法 第一個 下次把那個醉油旁邊沒洗的給他拿 孩子一摸 他說 媽媽這個碗後面怎麼油油的都拿不住 他說 我怎麼知道 上次碗是你洗的啊 各位裝糊塗裝撒裝笨是不是知道 我怎麼知道這個碗後面都沒洗啊 你看還有飯耶 飯還黏在後面 他說媽媽那我知道了以後洗碗後面也要洗 欸各位 有沒有 那有些媽媽就是孩子洗完了 看後面沒洗 罵一頓 不要你不要你洗了 各位 以後孩子永遠不幫你洗碗 因為他這一輩子幫你第一次洗碗就被你罵 他以後幫你洗碗他不是神經病喔 各位了解嗎 所以所謂的過度保護就是什麼樣的事情都幫他想好了 什麼樣的事情都幫他準備好了 包括犯的錯都還幫他處理好了喔 我曾經遇到過那個父母親 後來孩子刷卡欠卡債有沒有 爸爸媽媽還偷偷去幫他還還不敢讓他知道 這樣子孩子永遠不會長大 各位你們一定要記得孩子不能夠過度保護 那為什麼不能過度保護 我剛才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家庭就是一個未來的社會 各位請問你的孩子到了社會上有沒有人會過度保護他 不會 你要想想看孩子離開你的時候 他到社會上怎麼生存 有沒有 你對待他的方式 有沒有讓他永遠離不開家 有沒有讓他對父母產生依賴 各位現在社會上很多宅男宅女有沒有 我曾經在台灣輔導過四年在家當宅男 四年不工作不出門 每天都在家上網 各位那個媽媽快要瘋了 快要瘋了 你們不要過度的保護小朋友 意思就是說很多事情讓他去學習 讓他去成長 讓他去跌倒 然後跌倒之後一次兩次三次 他就會找到他的智慧 找到他的經驗 各位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不要過度批判 因為我剛講過了 最好的父母 是永遠支持鼓勵小朋友 各位可是支持小朋友不是什麼都幫他做 是在旁邊鼓掌 小明你做得很好 來自己爬起來 小明明天早上記得要叫媽媽起來做早餐喔 小明明天自己上學了 要乖乖的喔 媽媽給你鼓鼓掌 各位所謂的不干涉 它還包含了你對小朋友所做的一切 你是抱著一個正面支持跟鼓勵 你不會變到我罵他 很多的父母經常罵小孩子 你就是這麼笨 以後怎麼會有前途 你這麼不用工 將來社會上怎麼會賺得到錢 你這麼懶惰以後到學校去怎麼辦 你怎麼這麼蠢跟個豬一樣 你是白痴喔 連這裡也不會 這個不是這樣做 應該是那樣做 各位 還有你再不乖 爸爸就不要理了 你再不乖 媽媽就要離家出走了 你再不乖我就把你送給別人了 各位這種話都不要講啊 我專門研究人類的潛意識啊 用這種教育教育出來的小朋友 將來都會變成我的病人啊 因為各位你要知道 我們的潛意識當中 經常的在播放小時候我們的爸爸媽媽跟我們說過的話 各位仔細聽喔 其實我的講座蠻特殊的 你們坐在這裡已經在接受心理治療了 真的 你們坐在這裡已經在接受心理治療了 不用花大錢啊 只要謝謝我們的市民大獎堂啊 因為 給他鼓掌一下 很多人為什麼會失敗 各位仔細聽 因為小時候父母親告訴我們的話 已經錄在我們的潛意識當中 像錄音機 錄進去了 那當你遇到挫折遇到失敗的時候 就播放出來了 好各位 當你遇到挫折遇到失敗的時候 很多人的潛意識會跑出一個聲音 那就是我不夠好 各位這個聲音是什麼時候錄進去的 小時候爸爸媽媽覺得你不夠好 你再怎麼樣考第一名你都不夠好 你表現得再傑出他都告訴你不要驕傲 因為你一定還有沒有做好的地方 各位了解我第一次嗎 如果你從你的爸爸那邊得到的 媽媽那邊得到的是 不管你做得再怎麼好 你永遠不夠好 各位你將來一定是抑鬱症 為什麼 因為就算你將來去工作了 在私人企業的老闆 在公家企業的領導 你做得再好 你都覺得 我不夠好 我一定還不夠好 你的潛意識不斷的在播放這個聲音 我不夠好 各位 還有很多父母親 永遠在告訴孩子 你不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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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當你在人生當中遇到失敗了 你一樣自責 我不夠努力 我不夠你 我該死啊 我真的該死啊 各位 你們的潛意識 到底都對你播放一個什麼樣的訊息 我跟各位講一個例子 之前不是在流行SARS嗎 流行SARS 然後我負責的醫院 剛好是SARS的專責醫院 所以我有機會跟SARS的病人 面對面的接觸 那時候我媽媽跟我講一句話 我媽媽跟我說 兒子啊 這個SARS來了 聽說死掉的都是醫生跟故事啊 那如果真的那麼危險的話 不然我們考慮醫生不要當了 我聽到那句話 我眼淚差點流出來 各位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知道在我們學習的環境當中 自從我念了這個國中高中之後 我沒有拿過第二名 在台灣我們的 因為以前台灣是日據時代 日本人統治的